大家好,我是油子,终于有空来做润唇糕了 其实润唇糕外面买也是很便宜的 但是要记得外面买的呢,都是用石油 提炼出来的油,或者是用猪油 那我用的是植物油 另外他们放的是香精 然后我放的是精油 区别就是在这里 这个就是这个润唇糕的配方 你们可以看,我不放香精的 我放的是精油 做润唇糕呢,它需要这样一个架子 这个架子呢,阿姆尚都有买的 我现在先要把所有的工具 包括桌面,还包括这个架子 还有这些罐子,也是在阿姆尚买的 全部要用酒精 先让他们消一下 酒精是要用91%的这个酒精 一般的50%的还不够 要买90亿的 桌面我清洗了以后呢 放了一张这个厨房纸 然后在这个上面把杯子跟工具 全部用酒精来喷洒一下 然后用厨房纸把它们擦干 接着拿出秤 那个秤也是要喷一下酒精 好好的擦一下 好了,清洁工作全部做完了 开始我们来秤材料 我今天准备做100克 先秤的是这个B瓦子 然后我放了奥根油 葵花籽油 这种液体油呢,你自己可以选择 家里面如果只有橄榄油 你就用橄榄油都没问题的 接着我们来秤的是固体油 那固体油呢 也是看你家里有什么 如果你只有椰子油 那你就全部用椰子油都没问题 我呢是放了椰子油 coco黄油 coco油呢 这个比较香 冬天了这些油啊 硬的不得了 所以我挖的时候 得重复挖好几次 才能挖到我要的分量 在这个之前 我所有的秤的东西 然后桌面全部消毒过的 用酒精 所以即便你有什么掉下来了 你剪进去都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些东西我都是消毒过的 接着我们来秤的是乳木油 乳木油就比较软 它就比较moist 尽量这个成分量秤的准确一些 这样呢就不会失手 这些材料呢都是要加热的 这些黄油全部要让它乳化 所以我要放到锅上 用麦锅很低的温度把它加热 润唇膏呢其实很好做的 只是要注意几个问题 就是它加热的时候呢 精良温度不要让它升过高于200度 然后呢就不停的用这个搅拌 磅啊让它用已经热化的油 来融化这些还没有融化的油 这样呢它的温度就不会那么高 不会高得那么快 另外呢尽量就是用小的罐子 我这个罐子还大了一些 所以呢它上面你看到吧 嗯还会接起来 最好是我是100克的啊 那就最好是用200克的这个烧杯来做 我的200克的烧杯呢给我摔坏了 买的还没寄到 所以呢我就用了1000克的烧杯 是稍微大了一点 好了现在全部都融化了 我用温度的测试机来测试的时候呢 它是180度全部都就是融化以后 现在我要等它到140度左右 那再加入另外两个材料 为什么要等它冷一点呢 因为精油还有一个维生素E呢 它的温度不能高于140度 所以现在已经差不多了 我可以加入这两个材料了 因为这个Lipspone呢 它是没有水的 所以我们也不用放防腐剂 但是怕那个油会氧化 所以我们加入这个维生素E 这个维生素E跟外面的维生素E不一样的 它是等于Special 专门防油氧化的维生素E 我们也叫T50 然后再加入了薰衣草菌油 菌油记得千万不要超过0.1% 另外也要看清楚 什么菌油是可以在唇上面用的 薰衣草呢 我一般都是用在脸部的 因为它是比较Mild 它没有什么副作用的 别的菌油呢 你一定要去查一下 有没有对皮肤有刺激 菌油和这个维生素E啊 因为它是冷的嘛 尤其是维生素E 我是放在冰箱里的 所以一下子它又结块了 我一凉大概温度一下子 下去只有80几度 所以我就放到这个炉子上 再给它加热一下 做这个东西呢 没有什么很大的技巧 配方有了就很简单了 现在就是要看你的耐心 不能过急 好我看差不多了 现在可以倒入罐子了 倒入罐子也是要小心哦 很容易倒到外面 不过也没关系 全部消毒过的 如果有倒出来的话呢 你还可以放回去 让它融化以后再倒入罐子 我呢是做了送朋友的 所以呢我做了比较多 后来我又加了五个 大概差不多做了20个吧 你要是家里做的话呢 你不需要做那么多 如果一家一人两只的话 你差不多做50克就可以了 所以50克的话呢 你只要用个烧杯 100克的烧杯就可以做了 房间里的温度很低哦 所以一会儿它又溶结了 你倒完一次了以后 你必须再倒第二次 为什么呢 它会缩下去 你看中间有个洞的 那你只要再浇第二次就可以了 我又另外拿了五只 因为杯子里啊 还有好多 20只全部做完了 但是你发现吗 它上面的顶 有的高有的低 低的呢需要再加 高的呢 用这个喷枪啊 把它喷掉一点 让它喷下来 看到就用这个热枪器 把它喷一下 那它上面就比较光滑 也比较平整了 我让它冷却了差不多半天嘛 然后盖上 每一个盖上盖子啊 把外面的油啊 全部擦干净 你要不擦干净的话呢 它那个 标签就贴不上 所以呢 你得一个个去擦 现在我来打这个标签 这个小的标签机啊 真的啊 太完美了 只要在手机上遥控它 就可以 把这些标签 全都打出来了 Sam 我在坐的时候 Sam就跟我说 你给我留两只 我说为什么要两只啊 他我车里放一只 然后我床头柜放一只 那我说 那你不是要三只吗 他说为什么要三只啊 我说你这个 看电视的时候 有的时候嘴干你也可以擦 其实啊 这个油啊 你擦手 擦嘴 还有擦那个眼睛边上 就鱼尾纹 都可以的 他跟这个我做的眼霜的一个区别 就是我这个里边是没有放咖啡因 咖啡因是干嘛 咖啡因是收缩这个皮肤的 就会让你有皱纹的地方平整的 只是没有这个材料 别的材料几乎就跟跟我做的眼霜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只很小 你放在口袋里什么都可以 但是唯一一点就是不能在大太阳底下晒 晒了它就很容易氧化 如果你觉得有点氧化的就是我们说的有薅掉的这种 那你就扔掉了不要了 重新再做一批 我买了一些圣诞节的包装纸 然后把它们一个一个放在包装纸里边 玩这个东西啊 我完完全全就是玩 没有别的用意 我的这些朋友呢都是住在我这个附近的 所以呢住的远的地方那就对不起了 我就不能给你们了 因为来家里去很不方便 请你们原谅 然后清洗这些烧杯啊 还有这个架子啊 尽量就是用纸啊擦 因为这个蜡是很难用水洗掉的 就是洗洁精也洗不掉 所以呢你可以给它们用热枪啊 稍微热一下然后用纸擦一下 擦好了以后就用酒精洗 当然了烧杯还是要放到水里 用洗洁精来把它们清洗干净 接着我拿出今年多余的肥皂 这些肥皂都是我今年做的 但是下半年我就没做 因为鼻子发炎以后 医生说有可能就是因为我玩这个肥皂啊 它这个检验跟油混在一起的那一瞬间啊 它有一个毒气出来 很有可能就是我的鼻子一直闻啊 就是把鼻烟膜给就是弄得比较薄了 就比较就变成一个很sensitive的 所以呢我现在得注意就是冬天我不做肥皂 只有夏天门窗可以打开的时候 我可以做肥皂 它的释放的这个气呢 一般都是在就是水跟油混的时候 就搅拌的时候 还有一个就是我放在那个模子里以后啊 就第二天不是要打开要切肥皂嘛 我以后都要拿到外面来切 因为那个时候它还会释放这样的气息 但是它过了40天以后就没有这个味道 就变成它造化了嘛 就变成肥皂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因为本来做这个肥皂 我也是好玩的 给家里用的 我有一个很大的家庭 疫情以后吧 就没给他们寄过肥皂 因为国内疫情的问题呢 快递也进不去 另外一个 我也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嘛 所以做的就比较少了 以后吧 等我身体好一点了 我夏天给你们做 然后给你们寄去 家里人都已经习惯用我这些手工皂了 另外就是我每年圣诞节的时候 就做成礼品送给朋友 所有的肥皂 我先要打label 打完以后把label剪出来 然后素包 我那个素包机也是用太久了吧 现在就是里面那个热的那根杆子老是断 今天修这个杆子修了我差不多半个小时 因为很不好弄 他必须得三个手来装这个杆子 哎呀 Sam也在忙他的事情 所以我没打扰他 我就自己一个人弄 弄完了以后再用热枪 把他们一个一个素包 我装了差不多三十袋吧 送我朋友 每一袋里边我放了三块肥皂 一块是左手香 一块是金钱花 还有一块是珍珠粉 然后再放了一包这个唇膏 扎上Christmas红的绿的这个丝带 我完完整整的今天做了一整天 还没做完呢 我先包了一部分 明天也许还要继续包 你看看 我一到下午 还有就是早上起来 嘴唇就干得不得了 我睡觉之前我也会擦 很舒服啊 擦了以后 这个嘴唇边上也不容易长皱纹 所以一定要用这个 还有一个诀窍 我这里还有一支 这是去年做的 是红的 怎么做出来这个红的呢 就是你自己比方说有一支口红 然后你就把那个口红呢 挖一点出来 放在这个油里边 然后再放到这个罐子里 它出来就是比一般的口红啊 所以说如果你有口红的话呢 你可以也可以放在这个油里边 你要知道这个完全是植物油 天然的有机的东西做出来的口红啊 不会很红 就你平时擦都没有问题 你要经常擦 为什么呢 要不然啊 你去看老外很多人 为什么他们用唇膏 他们比我们更厉害 就他们用这个润腹膏 因为老了以后 这个边上啊 跟这个上面 都会长那个皱纹 所以让他这个皱纹能够 慢一点出来 到90岁以后再出来 那不是更好吗 所以呢 现在就慢慢开始包养他们吧 昨天我也跟我的朋友们聊了 我说好像人到老了 你要不受罪 或者容颜不变 那是不可能的事 那就接受他呗 老就老呗 容颜变就变呗 无所谓的 最主要是心态 还有健康 所以说 最近是看了好多负面的消息啊 就说你要老了不受罪是不可能的 你再有钱你也会要受罪 因为老了会生病啊 你就是有更多的钱也没用啊 身体也会走下坡路 或者是怎么说啊 就人会受罪呗 但是尽量让他缓慢一些 慢一点 或者是受得轻一点 Sam一直说 我最好是睡一觉就醒不来了 就走了 他说对你负担也轻 对我自己来说受罪也少 他姐姐就是这样的 其实他姐姐 虽然他是睡一觉死了 但在这之前也蛮折腾的 他没什么病 就是老死的 所以一觉没醒过来 就走了 所以Sam有的时候也跟我说 他说 我很有可能睡过去了 明天见不到你了 好了扯远了不说了 想做唇膏 或者想做润腹膏的话 赶紧去买材料做 我把买材料的网址都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吧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你的关注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